香港最南邊的葡萄島 很久之前跟大家介紹過香港最南邊的葡萄島 今天我們會去香港最北的馬草籠 拍車可以在南屋仔這邊 有空地看到右邊就可以拍 這裡附近有很多魚童 稍後我們會去一個高一點的位置拍下來 很漂亮 現在首先揭曉 南屋仔到底有沒有開呢 嘩又開了 如果想帶小狗來南屋仔的話 就不可以坐室內的 他們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讓小狗坐 那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去到問他們吧 嘩都挺大 這個圍著就可以讓他們自己在這裡跑跑 嘩這麼快 嘩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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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呢 因為他旁邊有些菜田 就留意不要讓小狗踩上去菜田那裡 這個地方呢 已經收不到香港的網絡了 所以要小心變成漫遊數據 這裡最有名的下午茶呢 其實是高層西多士 和炸大腿 但是因為太熱氣了 所以我們可能吃 出錢一丁 戰雞扒蛋 出錢一丁 連食物 六十元 多謝 這裏還有一個露營區 叫做馬草籠生態園 可以在這裡摘營 另外還有一個釣魚場 聽 那隻 那隻手 嘩好乖 勵勵 斯文一點 好斯文 非常斯文 嘩好乖乖 好棒 才喜歡 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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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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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啊 去吃草 有機菜買的 自己摘10元兩棵 這些菜好漂亮啊 油蜜菜 大大棵的山菜 10元兩棵其實很划算啊 還有一些羅馬山菜 很簡單 我看你夾了 先放一邊 見到一根 拉低一點 不要拉不高 拉得那麼高 拉得那麼高 拉低一點 手指 打一層腳 拋住它 聽到嗎? 啪聲 聽到啪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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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啊你 哈哈 這個也可以不要 剛才拿著 撕掉吧 對 他以前做過農夫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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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狗仔同樂日 都以為他們有份 哈哈 好 吃完飯可以在這邊逛逛 然後就上山 上山的路呢 就在南屋仔的對面 沿著這條路一直進村 走到第一個分岔路呢 就轉了 有兩個靈魂 有隻狗仔在這裡迎接我們 這段路除了自己走 都可以開車上去 沿路都會有公廁 看到信義新村 繼續向著上山的方向 目的地是馬草籠標高處 雖然Google是可以引導你去 但因為這裏上不了網 所以我們現在 看到這個叫做 Full...不知道是甚麼路 那就 在這條小路上 因為高位 應該是這裏 最慘是上不了網 如果走適合的話 大概半小時的路程就上去 看到前面有人 馬上走適合 這裏都有旅行團 來的 經過這個 前面就是 馬草籠標高 是好像 英國時代 興建的 警方來的 不過圍住了 進不去 我住馬草籠標高 右邊有條小路 繼續走小路 就會去到 這次 打卡的地方 嘩 好漂亮喔 這邊 有一大片的魚塘 對面 好像就是 深圳 走到這裏 大概需時 我們走二十分鐘 其實 晚上和黃昏的景色更漂亮 但我們今晚有節目 所以 就要早點走 走 走到這裏 走到這裏 變成泥鴨 哈哈 要衝浪了 今晚 哎 為甚麼要踩腳 他玩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了 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 拜拜 拜拜